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一阵子有一出讲唐朝的连续剧 剧中的女性人物 她们的衣服穿得 有露出了一些胸口的部位 后来被指责之后呢 她们就用某一些方式修饰掉 让这些部位不那么明显地出现在画面上 这件事表示什么事情 就是拍摄的人跟看的人 她们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中间已经产生了落差 曾经被认为丢脸的事情 在我们现在看起来 其实没有那么丢脸的时候 我们对那些本来可以施加压力的对象 我们就施加不了那个压力了 所以我们想一下面子这个东西 曾经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有曾经压迫到某一些人吗 比方说叫守寡的人一辈子的守寡 来换取一座贞洁牌坊 那很有面子吧 整个村子会放鞭炮庆祝 这些得到贞洁牌坊的人 他会指着那些守寡之后又改嫁的人 说你们是臭不要脸的女人 而那个贞洁牌坊代表是什么 是一段枯萎的生命 是一个压抑自我的过程 考最后一名跟面子有关吗 真的有关 没有爸爸妈妈会好意思跟别的小孩说 我跟你讲我很高兴啊 我儿子考最后一名 没有 每个爸爸妈妈都会说 我跟你讲我儿子考了第一名 第一名你高兴 那最后一名也是名啊 怎么不高兴了呢 有人考到第一名 就有人考到那个最后一名 那个最后一名那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 就是没有脸的日子 所以脸面这个东西 是一道又一道加到我们身上来 其实不必要的枷锁 我觉得臭不要脸常常是一个过程 很多人在我们眼中的臭不要脸 是正处于他在生存的边缘挣扎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一个四肢健全的人 在路边当乞丐在乞讨 你不知道他当下的处境是什么 可是大部分的人会说年纪轻轻 四肢健全 不站起来赚点钱养活自己 却有脸在路边乞讨 真是臭不要脸 这个评价很方便 很轻易 可是他很不人性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什么处境当中 我觉得臭不要脸这四个字 对我来讲最大的压力是 我们太容易把他当武器 丢向对方 而我们不察觉那个对对方所造成的伤害 所以如果有机会松动 面子这个标准的话 我愿意松动它 我希望借由今天的讨论 让面子这个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家所轻一点 这是我的立场 然后我完全尊重对方便有所说的 如果你失去了道德的标准 你生产有毒的食物 你乱抢别人的钱 那些都不可以允许 那是文明崩坏的起源 那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情 那叫做做坏事就是坏事 我们今天讲的是 我们还要不要让脸面这件事情 继续束缚我们的人生 我建议我们可以减轻的时候 我们就减轻这个枷锁吧 欢迎各位说来42对58 小葱 结案 我就回答一下康永哥的问题吧 祝福是动力